是我 那个传说中甩刀弹宇宙初始大爆炸的男人 今天我将给大家带来一场银河系浮攻爆战的高端局实战教学 为了阻止我当方面的尼亚 对方也是派出了江湖山石窗英雄的 只有倔强王者才能使用的三射手专容 这简直就是灰天灭地也让我被感压力了 这是一场硬战 所以我必须要安排好战术 让我们最弱的白地守卫去当诱饵 拖住敌方的两个射手 而我和吕布则负责敌方最强的英雄 鲁班旗号 可以看到开局不到两分钟 敌方鲁班便令我们和高塔的完美配合 拿下我们吕布的一拳 而后诸葛陆奈也相继送出人头 而这一杆上的局面 让我这个银河系固奔 倍感压力 不过逆方局才能凸显出我的实力 不到三分钟 鱼记便打得百里溃不成军 从而来到上路继续推塔 而这时候我试级 但是我不能先手 鱼记的二技能可以免疫我的伤害 然后我给了吕布一个眼神 就是你了 完美配合 高冬局个人实力真的不是很重要 团队配合 才是高冬局应该注意的东西 而后我和吕布再是联手 强行在塔下干掉了敌方的核心英雄 小鲁蛋 气势上怎么一雕做主了 这里又分享一下 银河系伏 鲁班的出装和名文 名文是 阴眼引力异变 出装的话 由于这局对面都是脆皮物理输出 所以这局我的出装是 护甲鞋 斧头 宗师 不祥征兆 破军 明刀 半落出装 在伤害足够的情况下 抹下来 才是王道 然后大家玩棍本的手要注意一点 那就是棍本每次使用技能后的 第一下平A 都可以减少所有技能的CD一秒时间 大招看似需要CD60秒 时尚应用导弹 30秒左右就可以刷新了 热瓶你怎么消 哇 还是那个无敌的超级兵 即便是对方拿出了传说中的 双射手阵容 哇 依旧能够悠乐有余的击杀他们 像这种情况啊 我跟你说 什么都不要想 见面就是一个大招 注意啊 这里有个细节 击杀后一之后 我迅速使用异技能 这时候的异技能 不是为了给敌人造成杀害 而是为了敌弹 卢班和小乔的致命攻击 除了再接二技能 秒杀弩弹 一只所在 生 随死 无汗也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杀掉这个弩弹 但是 我要是不杀的话 我觉得你们会怪我的 12杀之后 终于送出了一血 一个人头换来全队的气血 真的不亏 再者王冠本 只能干不能使用 接下来靠徐某天秀 一打五 直接极限距离 大猪毒弹 秒杀一技能加平A 秒杀了弹 在极限的时间内 顺点灵刀 为了灵刀的无敌加成时间 瞬间二技能平A 绝后加砸杀 秒掉后一 兄弟们 他们死了两个 其他大长 冲啊 混责 这就混责 这时候我们队里的气氛 也是相当的融洽 从互相包容 互相战产的氛围 也是这个游戏的精华所在 最后总结一下 即便是学了十几次 荣威超级兵 但弓本依旧是主流三弹之音 依旧强得可怕 练用好一技能的格弹和大招 用弓本上个星耀什么的 还是很轻松的 诶 露娜 你继续带线 我手架 有我在 不用慌 诶 带不动 带不动